正面選舉 不抹黑 不謾罵 不做人生的攻擊 遇到一個完全不講理的對手 我們是不是只有挨打的份呢 我想請問一下 Wino先生 到底有哪一句話 有對Wino先生 做謾罵和人生攻擊呢 什麼樣的選舉文化 會決定什麼樣的人 成為我們的政治人物 如果在我們的選舉文化中 是充滿著抹黑 充滿著謾罵 充滿著口水 還有造謠 那麼贏得選舉的人 最終會是那個擅長抹黑 擅長謾罵 擅長口水 擅長造謠的人 如果政治由他們來主導 那麼 我們很難很難看到國家的未來 剛才如果大家看到 Wino先生的證件發表會 他一再地來攻擊王洪威 說王洪威是謾罵 我想請問一下 Wino先生 從選舉開始 王洪威除了對政策 提出質疑跟討論之外 到底有哪一句話 有對Wino先生 做謾罵和人生攻擊呢 我想所有的政治人物 講話一定要有所本 所以如果 Wino先生認為 王洪威是謾罵 這種指控是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也請Wino先生 能夠具體地指出 在過去的選舉期間 我有哪一句話是謾罵 我覺得這必須具體指出 我們對台灣今天的選舉文化 我們對我們的選舉素質 我們感到滿意嗎 正面選舉 不抹黑 不謾罵 不做人生的攻擊 其實很多人 質疑我這樣子的選舉方式 遇到一個 完全不講理的對手 我們是不是只有 挨打糞呢 可是如果人家罵過來 我們就罵回去 如果人家噴口水 我們就噴回去 那麼 然後呢 這樣的選舉 這樣的民主 是我們所期待的嗎 是三四十年前 我們的副職輩 他們所爭取的嗎 我可以約束自己 但是我沒有辦法 約束我的對手嗎 正面選舉 是我這三年來 參選一貫的堅持 過去是如此 現在如此 未來也會如此 還稅於你 我跟大家報告了 在今天行政院通過了 他宣布說 要發每個人六千元 那麼我也跟大家報告 當時我提出這個政策的時候 我的對手 吳怡農先生 他還發新聞稿來指證我 說我說的不對 但是呢 他現在呢 也拿相跟辦 說要發現金 所以這一點完全的證明 我的對手 對於我政見的攻擊 根本是不公自措 當然我也很高興 好 朝野立委 以及現在的行政院 也願意從散如流 還稅於你 但是我要特別指出來 事實上 我們現在的稅收超增 今年達到四千五百億 去年達到四千三百億 而且更重要的 除了二零二零年之外 我們是年年超增 所以現在 整個蔡政府 六年來超增的數字是多少呢 是達到 1.1兆 大家 不要被嚇到 這個天文數字 這六年來 政府超增數字 是1.1兆 政府超增數字 是1.2兆